體驗首座綠掛式咖啡旁邊陪同的 還是來自民眾黨的親友 親善大使楊寶貞 或許有了盟友加持 讓四國兩隊罷免案 看一看國談 對於修法這個部分 我相對也是保留 那有很多人都說 這個修法是為了我而做 相信大家對於選辦法了解的朋友們 就知道這個修法 並不是會適用在我身上 我是並不適用 所以也不是為了我良心定做 是喊話自家人別提油遭火嗎 畢竟國民黨不只打算要修選辦法 智庫更放話 修法後四國兩也適用 也難怪前市長林友昌直呼 朱立倫是朱隊友 這個是公民力量的決心 如果去讓這個事情 被國民黨操弄成是所謂的 政治政黨上面的一個對決 我覺得這是很不治的 開箱國民黨之餘 也澄清拆糧與我無關 但明明上週民進黨議員 才把服務觸當連署回收站 當中央也開記者會嘛 謝國良 中央黨部開的這個記者會 其實並沒有針對霸糧的這個事情 而是針對在市政上面的一些問題 做了這個說明 意思是良者不喪肝 只是民進黨的撇清是不是也擔心 自家議長童子偉反飛吧 因為比起拆糧 童子偉的成案門檻三千多票就行 連署也有社團在蠢蠢欲動 還喊出同時跟拆糧案一塊投票 不過童子偉勞話一句 自己無所畏懼 禁得起考驗 TVBS新聞許家瑞去煥柔才會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